女儿跟女婿吵架回了娘家 丈母娘非但不劝导 反而煽风点舞 你这软面骨头 还想顶天立地地过日呢 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 这辈子别想沾上风 强音听了母亲的话 有点不耐烦 有能耐回家时 一个女人家 叫男的打了耳光 真丢死人 本以为女婿会来认错 接女儿回去 谁知人文 却非要拉着强音去办离婚 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天小姑子拿来一块 狄伦筹的布料 她想让大嫂帮忙 做一条裤子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这种布料很时髦 强音几次跟丈夫提出 想要一条 如今却被仁芳掀 她一步得到 她好奇这布料是哪来的 仁芳害羞得欲言又止 其实这是村里 会计龙刚送给她的礼物 两人互生情愫 却始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强音以为是婆婆偏心 那准是咱妈给你买的 哦 不 不是妈买的 不是 你脸红什么 这让强音更加确定了 内心的猜测 干活时她找到轴里水帘 想要窜夺她一起跟婆婆要 有她闺女的 就得有咱媳妇的 可善良的水帘 却不以为然 她说人芳大了 应该穿得好一点 见水帘一副 事不关己的态度 强音店单独找到婆婆 她问婆婆 是不是给人芳买了布料 婆婆说 刚给小儿子办完婚事 家里哪有闲钱 给女儿扯不了啊 别瞒我了 前天 妹妹买了六十半 敌论仇 谁不知道 婆婆听了强音的话 一脸茫然 她急忙找到女儿询问 这才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为了家庭能够和睦 婆婆只好问邻居 借钱去给两个儿媳扯不了 结果却被二儿媳拦住 水帘拿出自己 刚领的工钱交给婆婆 她说自己有衣服穿就够了 如果非要买 就只给大嫂买好了 婆婆看着懂事的二儿媳 瞬间失了眼眶 拿到布料的强音 开始跟闺蜜炫耀起来 我就是不能叫她 今天给闺蜜扯条裤子 明天买件衣服 将来结婚 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安在个婆婆呀 是属牙膏的 不挤不出油 这些话被路过的人方 听个正着 她生气地把石子踢进河里 见了强音一身水 强音对这个小姑子 恨得咬牙切齿 一旁的闺蜜 给她出了个馊主意 给她找我婆家 趁早打发走了 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强音听后立刻喜笑颜开 她找到水帘 想要让她跟自己统一阵营 以后挣的工钱 不要交给婆婆 可水帘却说 自己已经给了婆婆 什么 你 你可真的会 见水帘和小姑子 越走越近 强音对着家里的猪 开始指丧骂怀 再叫你张牙舞爪 撑霸道 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 任方想要上前争论 却被水帘拦住 吃饭的时候 强音更是口无遮拦 一窝子狐狸不先骚 又挤鼻子又弄眼的 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 看你们还闹得不闹得 任方让她有什么意见就明说 不要在这里指丧骂怀 要么你出去吧 任方 你跟我回屋去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吵下去 水帘急忙出来 把任方拉进了屋 你吃了猪肝想猪心 花了杯 你想黄金 你想得倒怪美 你连我走 妄想 这是我的家 托付 任方 都少说两句吧 这是从地里干活的爷爷回来了 他让强音有话好好说 不要大喊大叫 让别人看笑话 可强音根本不把爷爷放在眼里 继续坐在院子里嚷嚷起来 老二看不下去出来制止 让强音尊重一下爷爷 行了老二 你没结婚的时候 穿的戴的都找我 嫂子成了香油虎 如今娶上媳妇 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你胡理了些什么 强音的话引得围观银居哈哈大笑 爷爷嫌丢人转身离开 水莲知道强音对自己有意见 于是来到他身边跟他道歉 我有不对的地方 好了好了 你可以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 你没来的时候 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烂七八糟的事 水莲听后委屈的泪水再也止不住 他跑进屋里趴在床上哭了起来 人武健壮也只能把气撒在燕子窝上 最后一家人在村长的主持下决定分家 婆婆把家里的牲畜和房子平分给两个儿子 屋里的东西各归各的 两位老人一家养一个 人房还小就暂时跟着水莲过 可强音却不满足 说水莲结婚的时候有个大衣柜 非要家里也给她做一个 可家里现在根本没钱做衣柜 为了不让婆婆和爷爷为难 水莲决定把自己的衣柜让给强音 晚上强音又跟丈夫抱怨起 赡养老人的问题 爷爷年纪大了 万一生病躺下就起不来 婆婆虽然身体不好 但还年轻可以帮忙干活带带孩子 谁知这一切被屋外的婆婆听见 她难过的就急腹发晕倒在了地上 看到婆婆卧床不起 强音就怂恿丈夫说养他爷爷 原本和睦的一家就这样一分为二 这天闺蜜找到强音 原来是给人方说的婆家有眉目了 对方还送来了新衣服提亲 强音故意找到龙刚 告诉他人方马上要结婚了 男方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 龙刚听后慌忙来到人方家里 恰好看到人方正在试穿新衣服 他以为人方一亲别恋难过地转身离开 人方还以为衣服是二嫂给他买的 当得知是没人送来时急忙把衣服脱下 心灰意冷的龙刚此后便开始疏远人方 人方察觉到异样找到龙刚 问他为什么最近不搭理自己 见龙刚仍不愿和自己说话 人方委屈地低头哭了起来 哭什么 眼泪 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我现在郑重宣布 从今以后 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 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 绝情的话让人方蹲在雨里泣不成声 而罪魁祸首强音 此时正在家里吃饺子 听到爷爷回来他急忙把饺子藏了起来 爷爷在门外等了半天 强音这才把门打开 假模假样地寒暄了几句 然后从锅里端出提前准备好的窝窝头 重孙问爷爷窝窝头好吃吗 爷爷掰下一块喂进他的嘴里 结果重孙直接吐了出来 老爷爷 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小傻瓜 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强音害怕儿子说漏嘴 急忙把他抱到一边 这是重孙女从屋里端出藏起来的饺子 老爷爷 给你饺子 人文羞愧地低下了头 爷爷看着手里的饺子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怒不可遏地把人文叫到身边 人文 给我出来 你爷爷我今年七十六 过了大半辈子吃糠燕菜的苦日子 我不整你这几个饺子吃 你这是念了十二年书 你这样对待老子 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 情理上通吗 这饺子 你咽得去吗 你这也是有根有女的人了 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去吗 你都不如个无孙的孩子 爷爷说完抱起了自己的被褥 顶着大雨就出了门 人文急忙追出去想要挽留爷爷 这时强音还在一旁庆幸地说 让他走吧 走了更利索啊 人文听后愤怒地给了他一巴掌 强音没想到平日懦弱的丈夫 竟然敢打自己 他抱着孩子冒雨回了娘家 母亲得知后非但不劝导女人 反而窜夺他去找女婿算账 强音带着孩子来到人文上班的兽医站 两人直接扭打在了一起 这时老站长过来劝家 结果却被强音打了好几巴掌 就连眼睛也被摔碎了 老站长生气地转身就走 强音追上去求他为自己做主 老站长说兽医站是给牲口治病的 不管他们分家闹离婚 说完就给人文使眼色让他跟自己走 这时强音把两个孩子推给丈夫 转身又回了娘家 女儿摔了一跤满嘴是血 回到家母亲继续在强音面前扇风点火 沉住气 别心软 越在这个结果眼上 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这时村长来给强音传话 说他们大队打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去 原来集体加工的工作服就剩他没交 晚一天要罚款五块钱 强音听后起身就要回家 却再次被母亲拦下 依着妈 非逼人文 上门来 请你回家 请一趟还不行 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另一边人文被两个孩子闹得焦头烂了 她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忍无可忍的她找到强音 不由分说就要拉着她去离婚 母亲还在一旁给强音使眼色让她不要怕 爹 别拦她 去就去 走 看到女婿这次来真的 丈母娘急忙锁了她的自行车 她当着围观村民开始颠倒黑白 说人文在家里经常打骂强音 人文解释自己之所以动手 是因为强音欺负婆婆还虐待爷爷 她不仅不想爷爷认错 她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她 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 最后把孩子退给我 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 强音听后羞愧地跑进屋里 这时水莲赶了过来 她留下带来的典型劝强音回去 并说两个孩子想妈妈了 晚上强音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养的鸡鸭和猪都饿死了 自己也因为虐待老人被打入了万丈深渊 醒来后的她收拾好行李就回了家 这次她不再听母亲的话 看到猪圈里的猪安然无恙她 这才放心 两个孩子跟婆婆在床上有说有笑 强音默默站在窗外 留下悔恨的泪水 一旁的屋里传来采缝刃机的声音 原来这些天水莲 一直在帮她赶支落下的工作服 这一刻强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抱着水莲痛哭起来求她原谅 得知爷爷这些天一个人住在大队的仓库 强音一大早就带着孩子去接爷爷 爷爷 你还是骂我一顿吗 行了 过去的事不急了 强音收拾好爷爷的被褥把她接回了家 任文回来看到强音在包饺子 她拉着强音就要去公社办离婚 这时爷爷出现制止了她 她有错 你的毛病也不小 平常耳朵软总是迁就忍耐 日子长了可不就到这个地步了呗 过去的事谁也不许再提了 她中国还是个孩子嘛 改了就好 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 你们年轻人哪 什么时候能让老子放心就好了 另一边水莲看到任方整天闷闷不乐 于是便让任武去找龙刚了解情况 得知真相的龙刚知道是自己误会了任方 于是主动找到任方向他道歉 两人最终解开误会和好无出 他们一起来到强音家受工作服 强音不好意思地把衣服交给龙刚 都怪大嫂我不好 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龙刚和任方也不计前嫌地原谅了她 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 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 好 来 来呀 来吧 最后一家人开心地围在一起吃起了饺子 老人辛辛苦苦把子女养大 他们老了子女应当承担起 赡养他们的责任 正所谓家和才能万事心 愿每个家庭都能和睦 每个老人都能得到照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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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